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眼科医学中心下年医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前阵子的案例 22岁一位男性患者眼球插着一只铁钉走进急诊 经过我们紧急的检查跟处理 马上进行紧急手术为他移除眼睛里面的铁钉 也将破裂的眼角膜还有拱膜做一个修补 并将受伤的水晶体移出 经过一个多月后伤口稳定 我们评估后可以装入人工水晶体 我们就帮他装一个特殊设计夹在红膜上面的人工水晶体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收复之后 目前这位男性患者的视力能够达到0.6 带了眼镜矫正之后可以达到1.0 其实眼睛外伤是非常常见 但是如果真的不胜发生了这样子严重的抑郁刺入的情形 请保持冷静 还是要赶快进入就医 不要自己将抑郁盲从的取出 因为在你拔熟的过程中 会伤到更多的眼球体质 这样子对眼睛的修复 还有我们手术都会增加困难度 及增加他的病发生 其实预防还是剩余治疗 若是平常从事这些有高危险性 应用进入眼睛的活动或是工作时 都建议谨慎小心 并且带户部进来保护 以减少这个眼球外伤的机会发生 其实大部分的眼球外伤还是可以预防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